我一直說高雄又老又窮 負債三千億 年輕人大量出走 本來陳其邁在黨內初選打的是另外一個標語 叫正義 無溫暖 其實高雄天氣已經很熱了 有的時候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講溫暖兩個字 那他反正打了這個 他現在慢慢改為經濟市長 對不對 The Mayor of Economy OK 很開心啊 大家開始拚經濟也是非常好 那現在看我追北漂青年的問題 他也開始追 那下面就各有論述了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 只是高雄的現況 年輕人四分之三離開了 然後負債三千億 下一場雨 地上有五千個洞 五千個洞啊 天啊 這是什麼概念啊 這是院俠市嗎 還是非洲 這個是什麼施工品質 所以我覺得823這場大雨 徹徹底底讓高雄人面對自己的高雄 你要自己面對 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一定要的 然後開始覺醒 賴教授講我是賣菜賣菜 講我都不好意思 其實我賣菜賣得不錯 你不覺得我這腦袋長得很像高麗菜嗎 所以說做什麼事情 做一行就專心嘛 我們賣菜賣得很專心 現在出來選市長 只是說這一次我覺得高雄市民最重要的 他的覺醒 他在思想上這個雷達打開來了 他知道我們再不努力啊 不是說追台中 連桃園你也追不上 台南你也追不上 你不要說新加坡 你不要說胡志明 不要說馬來西亞吉隆坡 你快連桃園你都追不上了 所以高雄的自尊心心理上打擊很大 我接觸太多了 包括很多綠軍的 甚至包括獨派的寫信給朱學恆 說我們不跟你們玩了 我們是獨派青年 我們不玩了 我們決定離開了 我們也要北漂了 我們受不了這些政治 他並沒有說支持韓國瑜 但他受不了這個現象 你想想看 當大多數民眾覺得受不了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不會投陳其邁 可能不投 他任何他不投 他變政治上的自我放逐